但可是你不能說得那麼實 我覺得當你這個黨就 我 他怎麼樣的毀滅了我不知道 但是我怎麼樣我都不會推黨 你現在對這個黨一點不滿都沒有 不滿一定會有的 就兩個夫妻相處都會吵架的 小孩子兄弟姐妹相處都會吵架 那我不知道你在黨內 當然你也可能是黨 我現在也在黨外了 大家好 歡迎收看明知所欲 我們這個MyRadio台灣頻道的節目 今天非常高興請到一個大咖 台灣叫大咖 就是我做那麼多集資咖最大 他也不是委員 選過立法委員 結果輸了在台中 蔡碧如小姐 因為我年齡比你大 他們叫婢如姐 我都不叫你婢如姐 我叫你委員 OK 今天她是我的來賓 今天我們這個談論的主題就是 民眾黨究竟玩什麼 我都不知道 這個相當有趣 我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本來就要問你 你都不知道 沒有關係 你不知道 我們就慢慢去討論一下 對不對 然後看看可不可以找到一個答案 就是民眾黨究竟在玩什麼 这个第一个我想请教这个秘鲁委员的就是 毛泽东讲过一句话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那台湾民众党党内有派吗 党内有派吗 我想应该是有 我个人认为是有 新闻派 新闻老师帮我们分派 有什么哥妈派 那个什么最近还有那个什么 什么姐姐妹妹什么母姐会派 不是有很多 妈宝派 还有妈宝派 一般来讲是什么宫廷派 改革派 保守派 可是你们贵党不是这样子 我们贵党没有 我们贵党看起来就不像一个政党 为什么 你看那个新闻或外界跟我们分的派 就 柯妈派 然后那个什么 那个 母姐会派 就跟政党一定关系都没有 双簧派 双簧派 那也是派业那个吗 那双簧将来分家了以后就变成两派了 对啊 哈哈哈哈 对 他们都是全国不分区排第一第二的议委哦 是是是 那你是私人独潮瘁哦 啊 那个也不会啦 因为 也不会吗 也不会 因为我要跟人家讲 就是说 其实我 我去路党 去参加政党这件事情也是很奇怪的 就是说 我大半辈子都是公务员 好 我的工作里头前30年是公务员 那后来不小心呢就进了台北市政务 然后就去组了一个党 那基本上呢 你是创党的 我是创 人家就号称创党元老 也没有元老了 因为才四年多 怎么会称元老了 我应该是在56岁前 我都没有任何的政党 啊 你的人生过了50岁 你都没有政党 突然间加入政党 所以呢 感觉上我对那个政党那个属性也很弱 这个很怪的 你十几岁才加入政党 那你参加政治不一定要加入政党 可是因为方柯文子做事 或者在市政府 那结果他们要阻挡你就顺理 即将成为这个创党人 我们就是去把这个程序办完 因为过去56年来 其实你看我30年 有30年的时间是公务员 后来到了市政府 其实也是做公共事务 因为他是行政单位 也是为民服务 所以呢 基本上大概就是也没有什么政党的 的一些想法 那有一天呢 他们就说要去组个党 那就把一些程序文件啊 收集起来 我们就去登记了 那就登记为入党 感觉上就入了党 所以在这个之前呢 我手学也不是跟政治系有关系 也不是公共行政系有关系 就是我本身就是一个护理师 在台大医院工作了二三十年 所以呢在这样子一切秘密之下 科文者认识很久啊 认识很久 那是因为医院 医院呢 在医院里头 他是一个医师 我是一个护理师 所以在医护的关系上面呢 我们是认识很久 但是政党上面说真的 我的政党属性呢 就我个人呢 是很薄弱的 因为基本上就不觉得自己能够去搞什么党 所以说到这个问题 我都要问这个民众党 为什么有人可以双重党籍 有人就不可以 对因为一开始就号称说 他是一个软性政党 柔性政党 但是呢 其实柔性政党的定义到底 到底是什么 恐怕很多人也搞不清楚 而不可以很简单的去说 柔性政党就可以允许 双重甚至多重党籍 我看有人也参加过很多个党 我不晓得他有没有退党 那最后来加入民众党 就是说我们可以容许 他有其他的党籍 那什么样的人他不可以有党籍 就是不分区的立法员 因为不分区他是 我们党里头是 政党票出来的 那政党票你投给你的是投台湾民众党 你不能够有双重党籍啊 你又是国民党又是民众啊 那你到底是现在来当不分区立委员 他退了退了 原来清明党退党了 退了退了 那黄国昌也不是时代力量的 对也退了也退了 那就是也退了 但是大家会觉得说 大家就觉得不分区里头很精彩啊 好像刚刚议员讲的 黄山在以前又清明党又又又又现在 他当过很多很多党 很多党 国民党新党清明党现在民众党啊 对 好不好有一天是民进党啊 对对对啊 比如说哪一天啊 比如说那个陈昭之他就一之前又是一边一国党 他深绿 深绿一边一国党 所以我们 我们这个台湾民众党果然是一种柔性政党 讲的好听一点就柔性政党 然后开放的事实上不是 我觉得民众党跟国民党这个民进党差不多 他将来都会变成一个列宁式政党 刚性政党 刚性列宁式 这列宁式就是你看 这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国民党跟那个民进党 都一样啊 有个中央委员会啊 下面是党员党员的权力往上送 对 像这个老共他这个中国共产党 他的9000万号称9000万的党员 9000万的党员就把权力往上送 就2000多个党代表 不是选的啊 2000多个党代表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就产生200多个中央委员 对 权力就往200多人送 对 那200多人就产生一个24或者25的政治局委员 对 二十几个政治局委员就把权力往上面送七个这个政治国政治局常委 然后他们再有一个头就叫总书记 这个就是一个金字塔 对 那变成一人党 贵党也差不多 贵党 就是说不是我们一开始就是都是集体领导集体决策 但是外界他不会去相信我 没有因为很多时候的柯主席讲话就让人觉得他一个人说了算嘛 对不对 对 像那天讲投票 这个要团出团进 你投错了 那天你就不是立委了 讲这种很有权威的 很有权威 隔天就 这样就很糟糕 是 像今天贵党我们也大概四年了大家都应该这个英文叫benefit of doubt 这个疑典归被告 那大家要宜中留情 只有四年了 我们慢慢看了 对不对 可是目前来看这个经过这个这个上次的选举 还有这个最近那个立法院的正副院转的选举 大家对民众党可能就有一些跟过去不同的看法 是 我们回头再讲你 你在台中拿了百分之四十五的选票 七万一千多票 七万两千多票 七万两千多票 然后就跟这个蔡其昌只差七千票左右 选的很好老实讲 你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大概我选的很好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他们给我三个评语 第一个是我非常的亲民 第二是我非常的接地气 再来就我没有价值 那可以很容易很快的时间内跟大家打成一片 那大家会觉得说就像一个林家的那个 阿姨 阿姨 大姐 对 不是欧巴桑 不是欧巴桑 然后大家都觉得说我为什么这么的那个亲民 那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阶平民啊 不亲民不知道要怎么样呢 那再来就是我很勇敢 他们给我刚刚那个行动史其实都是一个嘛 你很亲民你很亲切那都是一个就是你 你是很平易尽能的他们给我第一个是你很勇敢 不是过去说你不好相处吗 那个 我跟你讲就是没跟我相处过的人才会有这种 才会有这种误会 好大家都觉得第一个我很勇敢 好敢去挑战这个全国的那个得票率最高的 尤其又贵为立法院的副院长 好那这个很勇敢 艰困全区 对在艰困全区里头去挑战一个这样子的 好勇敢 第二个就是刚刚我讲的我很平易尽很亲切 第三个就是说 我这我对地方上面的事情呢很容易融入 嗯很容易融入 比如说我去我就很可以很快的很投入 很投入知道说那里的问题 比如说我提出我的三大保证 南线捷运要赶快核定 然后海线要双轨要赶快要让他做 可是你看这个在过去蔡其昌做了12年 他都不讲也没有也没有再推哦 你看我才去选举半年 你看行政院在两个礼拜前就核定了 对 所以大家地方上面都会觉得 那个我有替地方争取到这样子的一个 除了你个人的那个优点以外 这个当然你知道选举 组织动员很重要 对 那民众党在这个地区在这个选区 基本上连装脚都没有 没有没有装脚 所以这次是一个他们都讲这个是 蓝白河的示范区 我不这么讲 你不这么讲 我不这么讲 因为就是说国民党 后来了解 国民党在过去 十几年来的选举里头 他越选越差 他越选越差 他就不敢投 这一次就不敢有人出来 所以他们一直在观望 那民众党呢 提名就是征召了我去之后 他们就后来就评估觉得说 我们再去也不会赢 那不如 好我们就不要提人 不要提人一开始他们只是 他们讲的好听 就说你当即使不用 他没有挡你而已 国民党没有阻碍你 在地方上 可是他都帮你处权 我看是掌握 那是后来 一开始他只是 他没有阻碍 就反正这个区他提不出人 他提不出人 然后他就随便你 他就说你自己闯闯看 闯到了某种程度的时候 他觉得OK 国民党觉得OK 你这个人可以合作 可以来一起来团结 所以他们最后才说 我们就一起来支持 我发觉在选举过程里面 他们好像毫无保留的支持你 可不可以这样讲 这毫无保留 最后就是 所有打咖的出来抬轿 对最后国民党就毫无保留的 就觉得说在这个地方 因为过去他们提议他们国民党的 你看他上一届 2020年的时候 他的得票率只有30% 现在你拿到45% 我拿到45% 那那个蔡奇昌上次的得票率是将近67% 他也没有想到你会得到那么多 他也没有想到说我的绅士会上来 等我的绅士上来之后 他们就毫无保留的来支持 所以我不认为他是一个蓝白的示范区 我个人认为那是一个团结在野所有的力量 集结在野的力量 如果有人说蓝白河的示范区 我说在某一个角度来讲 也不能算完算是算错了 对对对 也可以这样讲 因为大家有这种期待 大家有这种期待 我也没有说他们错 蓝白河 有这种期待 国民党这样讲我没有说他们错 但是我比较会讲的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集中所有在野的力量的一场选举 我们留意到在选后就有很多是非 哪有什么是非 哪有什么是非 有啊一部分就来自你党内 那个漂漂亮的女生就骂你 骂我 对啊 电这个柯文哲上去 修理你啊 为什么这样子呢 不是我觉得党内有些人 当然台湾民众党的里头的人 大家都觉得说大名大方 但是你要想想看 柯文哲是选总统 我们是选区立委 说穿的这就是母鸡带小鸡 小鸡给母鸡抬轿 对不对 这个其实是互相的 一个母鸡 然后 因为有小鸡在地方上面帮他经营 才能够冲高票数啊 说真的台中我们的平均总统的票数是30% 在我的选区 比他的得票26%还高 还高 在我的选区 我经营的选区 跟旁边大甲无欺甚至杀戮 我们的总统的他的得票数是32% 等于是等他全国平均的还要高 所以基本上去立委是基本上在地方上面经营 当然是要去抬轿母鸡的 所以没有谁去采的谁 我个人我是不认同 我不认同那位林小姐的谈话 我觉得他讲的话也 我觉得他太无厘头了 不听大牢的去讲这种话 我个人是 但是因为 但是因为外面的人很喜欢看我们 就把它称为内讨 其实没有 我觉得那个个人的言论 我们不予讨论 虽然你可以这样子去看说 这个也没有什么 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 对 可是在外面的人看不一样 对外面的人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就外面的观感 所以我会 当然我会觉得说 他为什么会去讲这些话 我当然 事后我当然是说 我尊重他的谈话 但是我觉得 柯P就出来讲 他说你们两个人在 这个 他不能讲什么 不要吵了 就是这样子 你没有吵 很好玩 他个人当方面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要讨论 因为我就是尊重他的想法 这刚刚我们在录影之前 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退党的问题 退党 有人可能会猜你会退党 你跟你国民党走得那么近 我 我会退党 不会 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 第一个是 这个跟政党属性没有关系 我这个人呢 我这个人正直诚信 然后忠诚 是我的忠心思想 忠党 忠诚 忠诚 因为一开始 我刚开头的时候 我们是说 我的大半辈子 其实我是一个护理师 我也没有在搞政党 但是呢 我去中了劍之后 不管怎么样 我都认定 这叫忠诚 这个党如果不好 我们应该想办法让他往好的 而不是去抛弃他 或者是不要他离开 这个对我来讲 在我身上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但可是你不能说的那么实 我觉得 当你这个党 这个我 他怎么样的毁灭了 我不知道 但是我怎么样 我都不会退党 这现阶段来讲 或者可见的将来 可见的将来 你觉得我还能 在我的可见的男生里头 我还能退党吗 现在好 我们考虑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 台湾这个威权时代 国民党一党独大 或者一党专权 大家都叫 这种叫党国体制 对 那16年 24年 这个民众党完全执政 也是 民进党完全 他现在也是党国体制2.0 你同意我这样的观察吗 同意啊 现在同意啊 民进党 党大一国 对他是党大一国 党国体制就是这样子 对 民进党很快 他学会 国民党的那一套 可是国民党 那个时候不一样 没有民主啊 对国民党 你要分别 不同的时空 他那个时候是威权统治 一党独大 也有党进的时代 你知道吗 对 这个一定是100%是跟共产党一样是党国体制 可是你已经民主时代了 你是人民投票选你出来的 为什么这个政党 会党大于国呢 这个是一个问题啊 民进党 党大于国 对啊 所以民众党 因为 有很多人对他有期待的一个原因就是 他说要改变这个政治嘛 对 他认为这个民进党他腐败嘛 对 所以要政党轮替嘛 虽然特别后来说 我没有说要下加民进党 那这另外一回事 反正大家都希望这个政党轮替 那从选举结果也看得很清楚 有六成的民意 不投给你啊 不投给你啊 不投给你想要政党轮替啊 这个就是政党轮替嘛 对不对 那这种党国体制2.0 这个再发展下去对台湾是非常不利 不过这一次选举有一个好处 就是在国会没有办法过半 这一次这一次就是一个是总统是少少少数民意的总统 40%的总统 再来就是国会三党不过半 这个会开启台湾的另外一个新的业 陈水扁当年他是嘲笑也大 但是这一次呢 你看哦 民进党他虽然取得总统 可是他是少数民意的总统 那立法院呢 基本上他 你说他那个 当然国民党的席事比他多 但是也不是差距非常的大那样子 所以是旗鼓相当 然后加上一个小党 所以我感觉上这个第三党 就是台湾民众党变成那个关键的 少数 关键的起席啦 那这个关键的起席支持谁 那谁就可以 就就就就就会过半嘛 关于这个问题 这政党的互动在这新的一些立法院 我们待会下一节再讨论 那我们刚刚谈到这个 像这个台湾这个威权主向民主 这个政治转型 可是这个政治转型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看到这个 这些过去从事政治抗争的人 他本来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地 头上有光环 对 所以大家对他都有期待 对 一旦有权力 所以就开始就腐化 对 这个已经变成一个这个历史的宿命 中国人就是这样子 宿命 对 在这个我们念的古文呢 其中有两句话很重要的 我觉得很 这八个字 嗯 这个应忧到住 功臣得衰 嗯 这句话是未经 未珍 未珍 我这个国语讲得不好 未珍 嗯 这个给那个唐太宗的 对 应忧到住 功臣得衰 你知道什么意思了 不知道 不知道 应忧就是困难的时候 是 国家困难的时候 道德著名 你知道吗 这个道德的力量就出来了 对 功臣得衰 你开国 对不对 唐高主 唐太宗 再来 你就会功臣得衰 你知道吗 那从事政治抗争运动的人 像施明德 他那些是应忧到住 对 有道德 站在道德高地 对 头上有官环 你知道吗 你是政治抗争的人 对这个极权或者威权抗争嘛 去坐牢坐25年了 对不对 可是吃香喝辣不是他 当然不是啊 就是他这些 后来这些人了 对 然后他就得衰 因为你有了权力 你就腐败了嘛 你知道吗 腐败了嘛 然后就贪污嘛 对 那民众党 你现在就是追逐权力 对不对 你现在今天有300多万人投票给你 你说年轻人都投给我 哥比还说这个 如果大学生才能投票的话 我就赢了 就讲这种话 代表什么 代表投票可以 给你的人是这个 这个知识水平比较高的 对不对 如果规定 是大学生才能投票的话 人家会这样理解 是 他就赢了 他讲这种话就很糟糕 很糟糕 很糟糕我觉得 你觉得有多糟糕 非常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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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 是 这个时候工程隔衰 对 上一次因为有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没错 你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去投票 对 那个时候他们拍那个这个这个文宣 那个竞 竞选文宣 其中有一段影片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看到 那个影片就是 香港的警察 在暴打 那个抗争的年轻人 对 那他的标题 OK 票投国民党 台湾变香港 嗯 我们讲的是 我那个时候我写文章 我说你在吃人血馒头 嗯 OK 没关系 你当选 OK 好了 现在为什么你 四年之后 年轻人不投给你 嗯 这个给民众党一个很好的启示 你 当然今天三百多万票 很多都是年轻人投票给你的 对 你要必须要去 这个深入分析 为什么年轻人就投票给你 你不投给那两个政党 嗯 你要找出客观的原因 对 不要一厢情愿 嗯 我讲话 他爱听啊 我们的论述 比那两个党还好 不要讲这种事情 上次他不会投给你 对 像刚刚刚我讲的 大学生 如果大学生才可以投票的话 我们就赢了 这种废话的不能讲 这种是歧视的话吧 蛤 这是会 这是会话吗 废话 喔 废话 所以在他来讲 在柯文哲来讲 其实他亲才够供给你 可是 可是听的人不是啊 听的人不一样啊 那些大学生 如果下次找到你的 这个边小边吃的时候 他就会攻击你啊 然后下次不投给你啊 是 是 另外下次可能有一个 比如柯文哲更会讲话的 更爱乱讲话的人 更讨那个年轻人 欢喜的人 很简单 对不对 所以这种 你一个政治人物 你不能这样 所以 你觉得 我们这个科主席 是不是应该要调整一下 他的那种 是应该要调整 你对他有没有影响 我对他没有影响 黄珊珊对他有没有影响 也没有影响 那都很糟糕 对 都没有影响 因为还是来自于他自己 其实台湾从90年代中开始 就已经开始一种人民投票 然后政党专权 以及人民投票 议会立法 可是他很矛盾 总统是一人一票选出来 然后国会也是一人一票选出来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这种政治制度不改变的话 还是很糟糕 权力没有办法受到制衡 没错 要想办法去搏乱 搏乱反正 搏乱反正 你说对不对 对 是不是应该这样子 是应该啊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再谈 好 我们休息过后回来 我奇怪 我做了这个 已经拍了好几集了 这一集特别高兴了 特别高兴 真的我看到隔壁做一个护理师 我都觉得身体都会比较健康一点 对 你又想着护理师 会警惕 护理师怎么来搞政治 对 很奇怪 而且都已经是熟女了 熟女熟女 大熟女 阿姨 阿姨 这些都是年轻貌美 你知道吗 是 多少年轻的那些 履历很厉害 你知道吗 嗯 对 贵党也是 对 对 好 我们在讨论这个 下一节要讨论的问题之前 我就想请这个 这个毕如委员了 刚刚我们就要发了一段文字给他 是 请他读一读这一段 好 我来读 然后议员我们来解说了 好 我们就开始了 这一段很有意思 听起来心有气气 来 小人 小人有任一副邪心肠 便有一段邪见识 有一段邪见识 便有一段邪议论 有一段邪议论 便引一下 邪膨胀 做出一番邪举动 邪恶的邪 其议论也 援引互惠 进城一家之言 公之则 公之则远 转迁就而不可破 其举动也 借善 公善 逆恶 忌恶 善为 其强之计 吉之则 以事 千 千 惨而不可断 以小人之游 而借君子之姬 则也 此借君子之名 而记小人之师 则也 亡国败家 端是诗人 亡国败家 都是这些 以上的这种人 这个应该要打字幕 我们有打 我们一定打 一定打 大家会看到东西 看你就会心微笑 有些人会 或者像你讲的 心有七七烟 我念了这段证 我真的心有七七烟 但是呢 还是要请议员来解说 那我 这要 毕如委员 念这一段文字 不是说 要你们贵党 对号入座了 其实台湾的政党 还有台湾这些媒体的名嘴 用这段话来形容他们 是非常恰当 非常恰当 我在念一遍 小人有任一副邪心肠 邪恶的心肠 便有一段邪见识 邪恶的见识 有一段邪恶的见识呢 便有一段邪议论 议论出来的就是走歪了 有一段邪议论 便引一向邪捧党 阻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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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吸引这些人来 做出一番邪举动 这个叫什么 这个动作 这个叫政治邪说 政治邪言 对 OK 然后再来 其议论言 远引互惠 进城一家之言 公之则远转迁就 而不可破 其举动也 借善公善 逆恶即恶 善为其强之计 其之则一事迁禅 而不可断 此小人之忧 而借君子之姬则也 此借君子之名 而记小人之师 则也 亡国败家 端是师人 我举一些台湾的一些发生的事情 你看看是哪一段失和 像某一些政党 他就老是抗中保台 对 可是这个讲归讲身体最诚实 没错 对不对 像那个赵天宁 对不对 他的一个拼头是十年 是大陆人 对不对 拼头 大到没事 小三 没事 可以没事 对不对 然后呢 公之 公之则远转迁就 而不可破 像那个罗智政也是 对 这些可以对号入座 大家可以对号入座的 包括民众党也有 你知道吗 也有 那不我们不便举例了 你在 我再不要举例了 反正你会有就有了 这段话很有意思的 所以老师讲 搞政党的人 那究竟你的目的想搞什么 所以今天 我们这个主题是 台湾民众党究竟在玩什么 我们找了 这个民众党的创党人 可是他现在不是在权力核心 对 你现在要到地区去经营 我到地区去经营 经营四年 三年多要经营 对啊 也许就一直会住在那里了 好 那我们刚刚那段话 你觉得很有意思 那我们就下来就讨论一些 跟这段话可能有关系的一些议题 一个成立不久的小党 在02年04年两次大选前后 就是贵党 对党党内斗争风波不断 然后柯主席有几位再几位女 包括老木 老婆 王珊珊 陈志涵 这个不同年龄的 包围下 通通都有包围下 令人有妈宝的印象 好了 四年后 你真的觉得他是妈宝 妈宝 他都不敢回嘴 以你这样子一辈子的争执 这还不是妈宝 对不对 妈妈又出来讲话 老婆又出来讲话 你都没办法劫持他 有一个政治人物这样子吗 有一个党主席上个完整这样子吗 没有啊 真的哦 你找得到吗 我找不到啊 对不对 OK 四年后台湾会不会出现一个真的依靠女力 嗯 而成为总统的妈宝总统呢 你觉得 我觉得不大可能 不大可能 我觉得这也考验老百姓的智慧 没有啊 这个柯主席说他四年以后再来啊 哦 但四年以后他就不是妈宝了 应该是不是妈宝了 这个逻辑比较好 你真的没错 如果他继续做妈宝的话 四年后就当不到总统 对 所以我问这个问题就要你这个答案 四年后他就 他就 他就不是妈宝 所以你就要支持他 不要变成妈宝 OK 好了 去年那个共同选举也好 有一个所谓 选举期间 搞一个南白河 大家都知道 这个两个人加起来 就一定赢赖青的 确实这一次投票出来也是 两个加起来就六成嘛 赖青的就四成 那你想柯文哲有没有后悔 有没有后悔 破局啊 可是人的一生是一个单行道啊 他就没有后悔药啊 也可以反省一下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 只有教训 对 历史没有如果 没有如果 还可以再来一遍 不行 他只有教训 你有没有从这一次里头学到教训 可是 从 这个去年年底的总统选举 蓝白河 还是今年2月1号立法院正副院长的选举的 绿白河南这个罗生门 以柯文哲为首的台湾民众党 由这个左右逢源 左右开工多到左右不讨好 左之右处 左之右处 那一些头面人物 我自己的看法就卖乖取巧 行贤侥幸 他这种政治这语言呢 这些头面人物 大家知道我讲谁了 那很多人都可以对号入座的 对不对 那令到桥野两大党就产生一个 这个民众党不可信的套版印象 不可信 对不可信 现在会被社会大众认为不可信 对 除了那些死忠的人 可是这个死忠的这些磕粉这些小草 他们不觉得啊 他不会改变 这暂时不会改变 暂时不会改变 当然了 那其他有投票给这个民众党的那些选民 恐怕开始会有疑虑 OK 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子 是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民众党其实应该 我想应该要调试一下 否则的话你现在你怎么政党合作呢 对 因为政党 政党政治是这样 它是既竞争又合作 该竞争的时候要竞争 该合作的时候要合作 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拿捏 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是党内需要去学习的啦 如果大家都说民众党没有政治存信 你一定不会同意了对不对 可是 至少我 我说过了 我就是一个忠诚 我就是一个澄清的 你不会这样子啊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民众党缺乏这个政治存信 你一定不会同意 但是柯P讲话有时候真的颠三倒四前言不对后语 言行不一 然后党中那些刚刚我们讲的女力 女郎还有女郎 女郎 战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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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顾分制 经常就乱讲话 在立法院只有八十的民众党团 你今后如何去取信于这两大党 你这样 有政党协商有很多你要跟他互动的 你怎么去取信于他 又如何能够在国会发挥这个所谓制衡行政权的力量 你会不会担心呢 凭什么呢 我会担心啊 这八席显然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很坚强的党性 然后再来到有一个很坚强的中心思想 你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想法到底是什么 我们到底进国会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不可以动摇 当然在总统选举期间 民众党拿到这个百分之二十六 三百多万票 这个是对一个第一次参加总统大选的那个政党来讲 是一个相当大的这个鼓舞 我觉得 可是你不会善于利用这种支持的话 我觉得今后的发展不永乐观 对吧 我们这比较客观 在外面的去看 会这样看的 我不知道你在党内 当然你也可能是党 我现在也在党外 你应该是在党的核心之外 应该是这样子 对啦 在很边缘 我们只是一个党员 现在只是一个党员 那民众党也说过我们要监督要制衡 那当然权力是需要制衡的 他执政的人他拥有权力 掌握国家机器 当然就靠在野的力量去监督他 没错 可是不要说自己是在野党 应该说我是反对党 对不对 把自己定位是反对党 你不要定位是 我也去监督这个在野党的人 不行了 对不对 在现阶段 你在立法院有巴西 现在焦点都在这个国会 你知道吗 不在你柯文哲的身上 对不对 不在你个民众党的身上 在这个立法院的巴西 这个不分区的立委 他们要议事的 要推动法案的 对 你们这个对这个行政权 那个监督制衡 你要很清楚告诉老百姓 我的角色就是这样子 对 甚至我是一个很 很强大的反对派 要这样子才可以 你知道吗 就是要让告诉老百姓 我是一股很强的监督力量 民进党一党独大的时候 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因为你必须要回应就是 要回应民意 对 六成希望政党轮替的民意 他授权给你在国会里面 充分制衡 切实监督 控制国家机器的执政民进党 是不是应该这样子 是 所以你对国民党跟对民进党 你要两种不同的态度 没错 可是你今天不是哦 我制衡这个执政党 监督国民党 所以现在搞的这样 两面不是人 这两面不是人啊 这个很糟糕啊 那你要不要给我们的党主席建议一下 我不能讲我讲太多 等一下就变成党内 我觉得这个小党也有力量 小党不是没有力量 我觉得小党要发挥他该告诉他的民意 该告诉这些三百万支持你投给你赠党票的这些人 我在立法院我要做什么 我能做什么 我不能做什么 我觉得他应该很清楚跟他的投给你的这些选民讲 这个很重要 因为小党他如果这个在博会里面是巴西 你可以用在岛口上在重要的法案推动就插你那几票的时候 你就可以充分表现出来 对 不是说没有用 当然民主政治像这种代议政治最大的问题就是 人民投票给的那些代议士以后 他已经大权旁落 OK 然后就是国会里面有几个党就有几票 对 就是变成这样子 是 我们要打破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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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党政治在议会里面 是 这个过去这种这个传统的这个大家的印象 你要发挥很重大的力量就是在一个关键时刻 我觉得你这个跟这个在约党协商 两个在约党 为同 为相同而团结 对了 不是为团结而相同 为相同 就是议题相同 为团 为相同而合作 不要说团结 不要讲团结 好 为相同的议题 理念而合作 对 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就是 Case by case OK 可是大方向就是一定要监督这个行政机关 就是这样 监督是一定要的 对啊 所以 我以前看过一本书这个70年代一个很有名的这个 这个70年代有一本书了 我看过 讲经济的叫small is beautiful small is beautiful 那因为现在是small is powerful small is powerful 就是虽然我们是小党我们是小但是要非常的powerful 对啊 一定有力量 那这种力量就不需要你把过去人家对你的政治诚信很缺乏这种意义上 对 要改变啊 否则的话人家不相信你啊 现在最大的问题 现在国民党都不相信你啊 现在建议柯主席怎么做呢 他有智慧的人啦 他有智慧 他很聪明的人啦 好我们就期待他发挥他的智慧 最后一个问题啊 我想你要要发挥一下要讲的 你认为民众党的生存生存发展的空间在哪里 民众的生存空间我要讲一下就是说今天有300多万票的政党票投给民众党是因为你看300多万票有三分之一的人他是 他是不他是不满现在的两大党的哦 他既不喜欢国民党也不喜欢民进党哦 所以他才政党票才投给你 再来就是说现在有三分之二有六成的民意他是希望政党轮替的嘛 所以呢我们要去找出这三分之一为什么会投给我们 就是他既不喜欢蓝也不喜欢绿 因为蓝绿一直过去都一直恶斗 蓝绿就是用传统的一些政治在分赃政治 所以我们的生存空间我们就要打破这个 先告诉我们先告诉你的选民这三百万票三百零几万票的政党票 这些人我既不会变成国民党我也不会变成民进党 那这样子我们的我们的理念在哪里就应该先讲出来 这就是我们生存的地方了 可是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两大党在可见的将来 他都是台湾政治的主导力量 这不可改变的 可见的将来 那就要看你民众党的发展 对不对 你发展到有一天是三党差不多的时候 是 那个时候才说 对 你现在就说我这个关键小数 我要做一些事情让老百姓有感的 你知道吗 这个才最重要 国际民生 你要针对这两大党 他们做的不够的地方 不要老说 现在年轻人都不会投给你了 不要讲这种话 没有意义的 不要讲 要用行动 对啊 用行动来 来维持住这些年轻人对你的支持 比如说在民生经济的法案上面 甚至在行动上面 就去做一些民生经济的事情 因为现在年轻人最关心的是什么 你向上流动的机会那么低 薪水又那么低 你现在哪一个年轻人有能力买房啊 这些都是他们的问题啊 对不对 你必须要有很实际的 你那个论述没有意思 你攻击这两个党做不到 那你做得到 你做些什么 那你做了什么 你能够做什么可以做得到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 所以我举几个例子 最后节目了 就是说我在中医选区 我在那个选区里头 好年轻人他们要什么 就是说我住在一个新兴的社区 我就去跟他们座谈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 这里需要有Costco 这里我们需要有全年的这种进来 那OK 我就尽我的力量去把它引界进来 我们后来就是说 哦 我全年要来这边开设 因为那会让他们的生活改善 会让他们生活方便 这是可见的老百姓可预期的 他会发现他生活上面的 方便改善 所以我就去努力去揪这一块 那这一块呢 诶 这个全年也愿意来这边开一个 点 设一个点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在那个新社区里头 有很多年轻的小孩子 他慢慢小孩子长大 他户近没有学校 他必须要送到很远的地方去 那可见了未来我就发现 诶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帮年轻的夫妻 年轻人去跟教育 跟市政府说 这个新兴的社区 这个新兴的发展的新市政里头 他需要一个学校 那刚好那也有个学校用地 我们就是努力去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应该找到 我们能够去跟你的 不要说年轻人 跟你的居民 跟这里的市民 能够有连结的地方 那因为把那个 就是全年拉进来之后 年轻人也可以来这里开精品店 甚至年轻人会跟我讨论说 他们想在这里做什么样的设计 比如说创业 比如说他们会年轻人说 他要返乡回来做一些 他们对那个土地上面 就是青年返乡回来 他要做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就告诉他 你可以做什么 我现在就是一个一个协助 当然你会觉得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执政党 我们在我们在里面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社区 我们这里的居民 可以感受到我们有被需要的感觉 我觉得就一步一步做 那如果每个民众党的 在每个县市里头都做这样子 其实是点 接下来就点线面 他事实上就是政府 他不愿意做过 他做不到 那这就是民众党 慢慢聚集这个民意的基础 这个空降到这个艰困选区的一个民众党的这个其中一位成员 这可以在这个选区拿到45%的选票 这个选区结果就证明你刚刚讲那个 你要顾及这个民生 人民的生活 这个很重要 对 大家才会有感 对 所以你这个经验 有没有去你们党内去分享 没有人让我去分享 我现在在网路上 你现在讲的是道理 有经验证明 我现在在中一选区我就是这么做的 我知道 可是你要让你们党内的人 对 大家 怎么讲英文叫 Appreciate 对你这个选举 得到这样的结果 就是什么原因 他们有没有去检讨 有没有请你去跟他们大家一起去分享 这个很重要 你下次还要不要选 民众党你不选举你靠什么 对 很快啊 明年开始就要动手了 对 两年多以后又要选 对 又要准备了 对不对 你要多拿100席市议员 对 拿多几个县市 这个百里侯的职位 是不是这个目标 现在就要做 对不对 所以你要走向执政之路还早了 对不对 当然当初就认为我总统赢啊 我就可以执政了 现在证明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那么简单 对不对 我们还是要以步以脚印来做 所以 我觉得今天我们谈这些问题是 对民众党有一个正面的一个 一个 启发 希望他不要生气 多多包含 希望他不要生气 我今天是来请议员的 不要生气 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也 老实讲 我这个很坦白给你讲 是 当民众党开始出来的时候 我也有一些期待 你有些期待 真的 我觉得两党政治这个格局要打破很难 对不对 可是民众党他看他一起来的时候 那个声量各方面 我觉得有机会变成多党政治 对 对台湾就有好处 对 对 台湾要一个一个比较健康的政党 真的需要三党 有一个一个一个 我自己也是从过正的人了 我有一个一个观念 到今天我还没有改变的 就是 我不赞同 什么执政党国会要过半 尤其在台湾 你凭什么要过半呢 要过半就不是民主 你懂我意思吗 你已经是选了总统 你当总统 你还要国会过半 你就怕老百姓当傻瓜 对 你当选总统 国会就应该不过半 让有制衡的力量 这个才是要健康的民主 没错 这个观念很重要的 所以我没有听说 像你们贵党 还有国民党出来讲这种话 你知道吗 国会执政党要过半 是不民主 这句话没有人讲 你现在想想是不是对 有道理 你怎么可以 我们国会一定要过半 总统我们要赢 那就不民主了 对不对 好 今天很高兴 跟这个毕如委员在谈得很快 今天我也很高兴 跟议员的谈论 让我获益良多 没有啦 你太客气 我因为对我的政治素养 又往前的进了 希望大家继续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希望下一次也找一个 跟毕如差不多的 这个 我觉得他真的是 你是民众党的另类 很糟糕 很糟糕 怎么会糟糕 民众党的另类 OK 节目就到此为止 希望大家 记住要按赞 分享我们的影片 还有按那个小铃铛 按全部 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影片 OK 要订阅吧 要订阅 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好厉害 Nixon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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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